大家早 在今天最后一天的假期 你要好好把握 因为户外全部都是天气晴朗 这么晴朗之下 特别注意的就是日夜温差 非常的明显 中午的天气舒适 但早晚的天气有点偏冷 尤其到了夜晚 你晚一点才要回到家的话 特别注意穿着骑车一定要保暖 我们来看什么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未来一个礼拜的天气 今天礼拜二 大家感觉到的是阳光好暖 中午好舒服 但要特别注意的是 日夜温差非常的明显 尤其在夜晚的时候 中部南部都会有 晨雾的现象出现 今天清晨一点点 明天的清晨会变得更浓 而天气状况来说 到了礼拜三 大家准备要回到工作岗位 要上课的时候 天气晴朗之下 要注意的是晚上的温度 在北部地区要略微的下降了 因为另外一股东北季风 正从西伯利亚逐渐的南下 但下一股东北季风 因为上一股的冷空气太强 已经释放完毕 所以在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 我们是微弱的东北风的影响 往北走 往东走 云层量略多 往中部南部走 天气晴朗 不过北部的朋友 就会发现到 哎呦 又转冷了 当然这个冷没有在周日 周六那么冷的感觉 因为冷的感受上来说 跟周二相较之下 右边冷一点点 低温在14度 海岸线低温在13度 接着礼拜六 礼拜天 天气晴了 日夜温差会很明显 辐射冷却作用会使得 云嘉南夜晚的温度低 所以我们的天气再来就是 礼拜四东北季风再增强 来看到卫星云图了 云图上面我们可以注意到 北方的高压东移了 到了韩国日本的位置 风向变为东风 要转东南风 近海的风浪在今天都偏小 可以海上活动 但水有点冷 记得要穿着保暖 要穿防寒衣 那风的部分来说 昨天阵风还有到八级 今天的阵风 大概降到六级 到五级左右的阵风 那山区的部分是寒冷 山区活动的朋友 穿着方面更要注意 因为晚上这样御山 大坝间和欢山 都会因为辐射冷却的作用 夜晚温度偏越寒冷 来看到今晚的地面天气涂了 高压东移到哪里了 今晚的时候 高压东移到日本东京的东方了 风向开始变为东南风了 另外一个高压 可以看到冷空气刚过黄河 明天的时候冷空气 就要过长江 明天晚上冷空气 开始进入到江南 华南地区 而进到台湾上空 所以礼拜四 这个高压系统会带进来 微弱的东北风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温度 早晚温度呢 穿着方面要注意保暖 白天的温度上升幅度明显 尤其在台湾奔岛部分 北部二四 中部二十四 南部二十三 东半部地区 倒是早晚云量略多 小叮叮 两件事情要提醒 早晚呢 骑车的朋友要保暖 清晨有误哦 行车方面要小心 海华XO干贝酱 这一罐很厉害很威好吗 它的蛋白质呢 是鸡啊牛啊虾的三倍 这么好的干贝酱要去哪里买 是我们上我们的中天快点购的 电商的网站 搜寻你就可以找到咯 好希望大家爱用哦 再见